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JChannel,我是竹子 2022年超能力周活动即将开跑 稍微来跟大家分享各方面的加倍内容以及详情吧 稍微先看活动时间方面 那活动将会在9月6日星期二的早上10点开始 维持至9月12日星期一的晚上8点为止 随着活动而新登场的宝可梦方面 有超级形态的湖地 活动期间进化永吉拉或是在团体战里面捕捉到湖地 可以吸得限定招式精神强烈 精神强烈在训练家对战里面有90点的基础伤害 然后有几率降低对手宝可梦的防御 道馆或是团战里面则一样拥有90点的威力 活动期间野外受影响的宝可梦 其中包括凯西、呆呆树、催眠魔等等的超能力系宝可梦 运气够好更可以在野外直接遭遇到闪光版本的小灰怪 还有比较稀有的也其中包括 永吉拉以及奇鲁利安也会在野外直接生成 活动期间一星团战头目将会有未知图腾的各种形态以及喵喵 三星团战头目方面会有果然梦、麒麟旗、智慧星等等 传说团战头目方面则有全形态的戴欧级西斯 超级团战头目是新登场的超级胡帝 活动期间7公里弹词将可以浮出迷春挖、小果然、然后铃铛响 特别调查奖励宝可梦方面会有风铃铃、小灰怪等等 运气够好更可以遭遇到隐梦魔人 现实调查方面最主要以投出需求为主 完成过后就可以获得与小灰怪相遇的机会 活动期间会举行超能力杯 那主要的限制是宝可梦必须掐好或低于1500CP才可以参加 仅限超能力系宝可梦参加 另外在9月11日星期天的下午2点至傍晚5点之间 将会举行戴欧奇西斯的团战日 活动期间所有形态的戴欧奇西斯将会在团战出现 而且几率都会提高 旋转、道馆、转盘最多可以获得5张的额外团战入场券 另外预见闪光版本戴欧奇西斯的几率将会提高 好了以上就是有关即将开跑2022年超能力周活动 各方面须知内容以及详情 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到大家 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 影片做的言论呢 请过参考并不能做一个标准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来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见咯 拜拜